慢慢介紹 好,那2、3開始 大家好,我們來自江湖天中學 今晚是江湖天中學 我們設計作品叫Gune Council 而我們設計的困難是跟著 下天氣和太陽開著冷氣 會浪費很多能源 還有下一堂小色 還有轉頭的時候會過份的吵 會影響周邊的學校 還有我們學校的中文學會 每天都會提英文文章 而這支英文章是用紙去影響的 而且需要人去拿 那它浪費人力和資源 第二,我們會用這個溫度感測器 就可以被充在這個 在不是的時候 開冷氣、浪費之餘 有了這個之後 它就可以感測現在的溫度 如果是一些即時 可能二十多、三十六、二十多度 那它就會自動地關掉它 或者加小一點 那如果是很熱很熱很熱 那它就會加大這個功能 那這幾個感測器 就經過我們調查後 就分別裝了在這五個地方 那這幾個地方 就經過實驗之下 是最能夠測試到的 為了解決同學太吵的問題 我們亦都在房安裝了我的聲音 傳感器 會感應聲音的崩潰 都在我們的中央顯示屏 如果太吵的話 可能會顯示兼課阿神的東西 就從205、308 應該要保持課堂應有的感性 中央顯示屏 除了可以作為異常功能 亦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學會裏面 每天都會派一些文章給我們閱讀 但是會浪費很多字章 和人力等的問題 而這段視頻就可以顯示 將那些文章顯示在這段視頻裏 就不用浪費那麼多字章和人力 中央顯示屏 除了有時候 校部署會有些不同的通知 通知學生去找老師等的問題 中央顯示屏也會提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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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數據傳載到它 控制器再傳到PinkSpeed PinkSpeed就可以收藏到收回你的數據 隨時之外我們也用了Adeno來編成程式 在Adeno裡面我們也設定了一些Program 我們也設定了一些Program是控制一些感應器 譬如溫度感應器感應到溫度太高的時候就會開冷氣 或者太低的時候就會關冷氣 或者重音感應器感應到太吵的時候就會在中間的視頻平時 keep quiet 這個就是我們製作出來的最終成果 我們就用張把編寫那些 編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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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用塑膠製作 之後這三個黃色的就是溫度收到感應器裡面 就可以測量測減那些關係 因爲 Uniesp via 8266 因為紀錄電子只能制 photo 4 條電子 所以我們就離開來 在中間加一個中介器 所以中介器 然後中介器 從另外一個Sensor 和聲音的Sensor 然後轉去 即使它自播過來 這樣就可以用更多東西去探測 在中介器 中介器